民国九十三年8月25日 爱丽台风侵袭台湾 造成北部地区夺处淹水 灾情惨重 此外 在石门水库上游山坡地 产生大规模的土石崩塌现象 大量刷石 落入石门水库 导致水质浊度提高 无法正常供水 引寝大桃源地区 停水长达18天 严重影响民众生活作息 与商家营业 日之年代大正十三年 日本水利工程师 巴田宇一 完成桃源大增工程后 便在石门峡谷进行水库兴建 之可行性勘察 但迟至国民政府签台后 才展开建设 石门水库于民国四十五年七月开始兴建 并于民国五十三年六月竣工 历经八年时间 参与建设人员达七千余人 石门水库大坝高达一百三十三点三公尺 原规划为混凝土拱坝 后基于坝基承载力考量 修正为土石坝 水库大坝位于大汉溪中游 地处桃源县大溪镇与龙潭乡之间 因两侧有双峰对峙 撞若石门因而得名 石门水库原来最重要的建设目的 在于解决北部地区农业生产所需灌溉用水 及大雨时防洪 后因北部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提升 工业快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等变迁 其供水对象专以民生与供业用水为主 此外石门水库风景区内 拥有各项观光资源 是当年民众约会及毕业旅行 必拜访的景点 曾经风光一时 如今部分游乐区 在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 也逐渐没落 取而代之的是 水库的自然景观与知性之旅 再创石门水库风华再现 推动地方观光事业之发展 石门水库 依原规划于完工后 即至民国一百零四年 将迈入五十岁的中年期 在民国九十三年 遭爱立台风的侵袭下 流入大量淤积物 减少水库容量 导致它提前迈入老年期 台风虽带来豪大雨 但也因原水浊度提高 反而无法提供民生用水 对此民众并不了解 婴儿愿生在岛 那除了我们的吃饭啦 日常就是洗澡问题很严重 在家里面 家里面堆了几十框 这个框面水 他都还是把它丢弃 那洗澡东西就比较麻烦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到室舍旅馆去 去跟他借 等一下去住 那我们就跟他借洗澡 那后来慢慢就 整个地区溜水了 那就没办法 我们本来就回台北 我们就帮他坐在台北 那我们就全家开了车 回台北 帮他洗完澡 然后我们回来 就完全到处 那时候船船完全到处 对对对 完全门开开没有半个客人来 我们二区的蓄水池 还有那个板芯水厂的蓄水池 那个沙子全部细掉了 所以他们完全没办法运作 九二三年爱立台风 它是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 一场最大的一个台风 所以在石门水部的上 也造成很大面积的一个风潭 那很多的土石油 就会带到水库来 造成石门水库的寒沙量太高 那整个浊度就太高 那进水厂他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造成他整个草原地区 大约18天的一个停 请在坝顶上 再做一套这个抽水设备 那当时也是30万吨 坝顶的抽水设备 总共施工了 大概大约14天 那跟坝顶的一个抽水系统 来因应整个桃林地区的一个 这个自来水的一个购水问题 那分成取水工的工程在98年完工 完工之后我们就把原本的一个 坝顶抽水设备就把它拆除掉了 那另外为了朝向水库的一个永续经营的部分 我们也有做一个 目前已经完工的一个电厂排扎最大工程 深水库因为高浊度的原水 导致大规模停水的事情 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在台湾 各个水库都有可能发生 它主要源源于水库挤水区的保育的问题 那现在水库挤水区 台湾的水库挤水区 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土石和灾害 那这些土石灾害 由于现在气候变迁的影响 所以未来当然它发生的几率 可能会越来越高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对于水库挤水区 山坡地的保育 除了加强造林 水土保持 这个是持续不断要做的工作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对于土地利用的管理 那也就是避免山坡地的超限利用 那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彻底的时候 都单单是对于水土的流失可以避免 同时对于水质的维护 也可以更有效地来处理 那以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时候 那未来在水库的水源的水量跟水质上 应该都可以比较取得优良的水量跟优良的水质 分层取水这个设备完了之后 每次不管它带颱风或小颱风来 我们心里当然都没有压力了 那这几年我发现说 像爱颱风的这个生活上的经验 好像这几年已经没有这个状况了 如果没有缺水啊 那水的品质也比较好了 人祸 天灾 大地哭泣了 水资源并非无止境供应 为了自己及后辈子僧 我们更该珍惜这片大地 让石门水库 文化在气 永续经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